Megaboss 零炭天地 原來在Megaboss對面的零炭天地 裡面是有一間cafe 其實好像是兩個世界一樣 雖然是直接看到Megaboss 但這邊是有小鳥飛 鳥魚花香的感覺 肚餓 吃什麼好 還要快做事 長命的好長命做 你也對 先喝杯咖啡 大吉祥奧 蒼炭天地 蒼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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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很難得啊 不是很熱啊 其實我們坐的位置 頭頂就有把大風扇 而且他說這個設計是會特別通風的 還沒開始喝的就是坐在這裡開始發脾氣 看著樹啊 那些 不過風扇很猛 Bother me 它會令你眼光 然後你會越來越眼光 哎呦 插到眼睛 你的頭髮是會吹到眼睛 你這樣就懶懶 懶懶懶 2秒就放棄 其實選擇不算很多 所以我們點了兩杯飲品 本來這杯拉花是比較精緻的 但因為它要在櫃桌拿 然後走過來 還要是我拿 所以它已經受了二次的撞擊 那就沒那麼精緻 嗯 本來比較漂亮 但也看得到很大杯 那杯也很漂亮 我也覺得它是藍色的 還有它這裡是木桌 然後是木的盤 感覺是很零碳空間 其實杯咖啡也不錯 不算是很好 因為它比平常那些是苦一點的 其實它咖啡味是很香很濃的 奶的比例比我想像中少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香濃的奶味 就沒有那種很滑的感覺 不過不酸的 另一杯我們點了凍可可 它用的也是紫的 其實也挺大杯的 看到上層是多一點奶 我們先弄一下 我本來以為朱古力會很甜 但是完全不甜 只有可可的味道 有奶味有可可味 但其實是濃不來 其實是淡味的 很少喝真的完全不甜 嗯 比較淡一點是真的 你完全喝得可可 雖然我說濃 但它又不算很夠味 即是你喝了湯 有很多材料 但就沒有加鹽 是啊 就是這樣 其實飲品不算特別會有幾億點 反而是這個地方 對 因為它本來選擇也是普通的 我們就是選一些基本的 例如朱古力 因為我本來真的不知道 原來這裡可以喝東西 坐一下 對 然後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拍照其實都畫了多久 好多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有關這條影片的資料 可以在下面的報告找到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 拜拜 拜拜